公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智慧财产权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这是智慧财产权法第八讲次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著作权之合理使用 及网络服务提供者之民事免责事由 我们一样先来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 我们在理解有关著作权 合理使用之要件 接着我们要来理解 有关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类型 再来是要谈到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免责事由 我们一样用一些案例或问题 来跟各位做讨论 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要谈到的是 合理使用的这个要件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在民国103年 著作权法对65条的使用的规定 作有如何的修正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知道 在我们新修正的条文 在著作权法第65条它规定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不构成著作财产权的侵害 那么著作的利用 是不是合于我们第44条到63条的 所定的合理使用的范围 或者是其他合理使用的情形 应该要省着一切情状 尤其是要注意到下列的事项 以为判断的基础 第一个就是它利用的目的及性质 包括是为商业目的 或者是非盈利的教育目的 第二个是著作的性质 第三个是所利用的质量 集齐在整个著作所占的比例 第四个是要考量利用的结果 对于著作潜在市场 与现在的价值影响 著作人团体与利用人团体 就著作合理使用的范围 在达成协议者得为前项判断的参考 我们的立法理由的原因 是因为豁免权跟使用权是有所不同 它的区别最重要的在于 豁免权的规定是第一个 对于著作类别及专属权的种类 设有限制 第二个这个豁免权规定 只需考量到药件是不是符合 即可构成 法院它不需要再行斟酌其他 合理使用的这个权衡药件 我们著作全法 这个条文 它原来的条文在合理使用之中的 历史规定里面存在有许多的条文 这个许多的条文里面 有些是属于豁免的规定 有些是属于合理使用的部分 如果是属于豁免的规定 那65条就没有 这个智慧的余地了 就没有判断标准的余地了 那么因此就加以修正 加以修正以后 这个为了要区分 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些检测 如果说它是属于豁免的规定 那么我们就规定到豁免的规定 如果说是它是不是属于豁免的规定 那它才是我们65条 所要规范的部分 因此就将原条文的第二项 所谓合于第44条到63条规定 或其他的这个文字 修正为合于第44条至63条 所定的合理范围或其他 把它做一个修正 就把这个合理使用的条文中 有关于合理的范围规定 这需依照第二项的这个四个基础 来标准来审视 以真明确 以真明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修正 它的原则上 它原则上是任何人 是不可以去擅自的去使用 著作人的著作 因为著作财产权人 它已经享有了专属的权利 那么如果我们如果完全的 不能够容许任何人去使用 著作财产权人的著作的话 那这样就会阻挡到文化科技的进步 也会阻碍到人类的文化的发展 人类资讯的取得 所以为了要避免太过于保护 著作财产权人 那又不能不保护著作财产权人 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发展了一个 所谓的合理使用的概念 那在这个合理使用概念里面 这个美国的学者他当时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是用了当时美国联邦宪法的 修正案的概念 然后他就把这个著作权认为 它具有了一个性质 也就是著作权它不是一个自然的权利 它是一个实定法善的权利 因为它是一个实定法善的权利 也就是说它是制定法善的权利 是由我们人类所创造出来的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 既然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 当然它是可以被限制的 那为了维护社会的公益 为了促进文化的发展 为了促进科技的发展 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学者专家 引用了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概念 就出现了所谓的合理使用 那这个合理使用 我们其实在博恩公约里面 它也有一个规定 在博恩公约里面 它也规定了说 这个合理使用里面 它有三个要件 从这个三个要件里面 它来分析这个合理使用 跟全然的免责 它有所不同 我在我的这个智慧产权权书里面 我们在民国九十一年版的时候 我就引用了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在博恩公约里面 它本身就将这个 著作权的这个免责 也就是说从著作权人本身来看 是对著作权人的 一个权力的限制 从对于行使使用 这个著作财产权的人来看 它是一个免责的这个概念 那在博恩公约里面 它规定有两个状态 一个状态是全然的免责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豁免权的概念 所以全然的免责就是说 如果这种状态 它是属于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 它是属于一个文化科技上 必然的必要的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你完全的免责 完全的免责 完全的免责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主张 有所谓的合理使用的抗辩 也就是在刑事责任上面来讲 它不构成违法性 违法性是不存在的 当然就不必谈到它的责任性 所以这个时候法院 根本就不必去考量 那我们在著作权法上面就规定了 如果它是属于合理使用 在这个属于豁免权的状态 也就是全然的免责的状态之下 它就不需要考虑到65条 65条没有智慧的部分 没有参与的部分 没有斟酌的部分 你不需要用65条 直接就免责了 但是在博文工业里面 第二种状态 就是说你不是属于 这种社会公益的需求 你也不是必要的 文化上的进步 或科技进步的必要情形 那因此呢 在这种状态之下 给予使用人 一个所谓的immunity的 这个rights 就是有一个免责的权利 那这个免责的权利呢 就是说你的违法性是存在的 那责任性也有可能出现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符合了著作权法上 某些条文的规定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 符合了某些条文规定之后 我们再审索65条的 这四个要件 65条四个要件 就是说你的著作的性质 你使用的目的 你使用的值跟量的比例 你对于著作财产权人 潜在的市场 或现在价值的侵害 用这个来看看 如果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认为是非常轻微的 或者是值得原谅的 或者是值得准许的 那这个时候你符合了条文 某些条文的规定 或者是你不符合这些条文 但是你符合了65条的规定 那这个时候 我们给予你一个免责的责任 要是免责责任 只是说你可以阻却你的责任 减轻你的责任 所以在这次我们修法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回复到 伯恩公约的基本的理论 一个是全然免责的概念 一个是合理使用之下的 免责概念 那全然免责概念 就不需要再参考65条第二项 如果它今天是属于 合理使用的免责概念的话 就必须要去参考 我们合理使用的概念 65条规定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跟各位解说 请看VCR 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案例 甲开设文具唱片行 为了招揽生意 有代客影印 以及录音 等其他商业行为 请问 甲的行为 有没有处罚呢 另外 假使甲在店内标示 自助影印 自助录音 这种情形又该如何评断呢 好 这个案例来讨论的就是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那根据我们 著作权法第91条的规定 它说 擅自以从事之方法 侵害到他人的著作权 除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 新台币75万元以下的罚金 以从事于官碟之方法 犯前向之罪者 处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 5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的罚金 那著作仅供个人参考 或合理使用者 不构成著作权的侵害 那91条之一的规定 它就说 擅自以移转所有权之方法 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置物 而侵害到他人的著作财产权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 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 犯前项 也就是第二项之罪者 其重置物为官碟者 处六个月以上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 2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金 但违反第87条第四款规定 输入之官碟不在此限 好 这个部分我们就发现到 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去到影印店 去请人家来搬领影印书籍 或影印图片 这些我相信很多学生 尤其是大学生 这个特别常见 就是跑到了学校附近的影印店 在开学的时候 去影印了一大堆的教科书 或者是影印了一些讲义 那这个情况之下 实际上它已经涉及到 著作权法上面 所谓的重置罪的侵害了 因为你没有重置的权利 那是你用影印的方式 去将原有的著作 语影去影印下来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构成重置 或者是你用录音的方式 你把人家的这个音乐 你把它录到了你的NP3里面 录到你的录音机里面 或者是录到你的CD里面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这个文具店 它帮你去录音的话 这种都会构成了 非法重置的行为 那么影印店 如果说它去做的这个行为 它违反了著作权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有可能会构成了 这个非法重置的共犯 为什么它会构成了 非法重置共犯呢 因为它提供影印机 让别人去非法重置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虽然没有实际的去做 可是它提供了 所以这个就可能成立了共犯 那它就要负担 民事或形式上的责任 但是我们来讲 就是说要怎么样子 让它去免责呢 就是我们可以参考 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部分的做法 现在其实台湾的影印店 都已经大概都用这种方式了 也就是说 它在影印店上面 它就已经挂好了 说你不可以去非法的 去影印他人的著作 那如果你要影印的话 你要尊重他人的著作财产权 好 如果这个影印店 它已经挂出这个告示 同时它在采用自助式的 自助式的也就是说 你自己去印 或者采用投币式的 你自己投多少钱 你自己去印 那这种状况之下 因为你是自己去印 影印店没有帮你去印 所以影印店 它就不会构成了 一个共犯的状态 那这种状态里面 所以影印店里面 它就可以解决了 它的一些可能侵害到 这个客户会构成了 侵害的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在这种状态之下 它就不会去造成这种状态 那顾客的责任呢 顾客原则上呢 当然不能够擅自去 影印他人著作 那如果他到一般的影印店去 那这个时候呢 它是以公众使用的机器 重置以公开的 它当然就不可以 主张51条 因为51条里面 它是指的非供公众 所使用的这个机器 比如说你到图书馆 或者是在这个你的机关 非供公众 你不是供公众来影印的 你才可以去主张 这个合理使用 但如果你到了影印店 去影印的话呢 你就不是供这个 特定人来使用 影印店是供公众来使用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使用者 他是不能够去主张 合理使用的 因为他不能够主张合理使用 即便你只印了一页 那也可能构成了 著作权的侵害 因为我们的质量 在质上面 有些影印店跟你讲 你只要印三分之一 就没问题 不是的 质量的比例 不是看你的比例的 量的比例是多少 你的质的比例 实际上是看你对于 著作财产权人 潜在市场跟现在价值来恒定的 所以哪怕你只印了千分之一 但是也许因为这千分之一 就是他整个精华的时候 那也许 做作财产权人 就可以对你来主张 著作财产权的侵害 你构成了非法重制 好 接着我们再来讨论到 合理使用的类型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就是 我们在中华民国 103年 著作全法对于我们 第53条的合理 这个重制公开发表 著作的条件 做了有什么样子的修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新的 这个著作全法 第53条的规定 他说中央或地方政府机关 非盈利机构或团体 依照法律立案的各级学校 为专供视觉障碍者 学习障碍者 听觉障碍者 或其他感知著作 有困难之障碍者 使用之目的 得以翻译 点字 录音 数位转换 口述影像 附加手语或其他方式 利用以公开发表之著作 前项锁定的障碍者 或其代理人 为供该障碍者 个人非盈利使用 准用前项规定 依前两项规定之著作 从事物得于前两项 锁定障碍者 中央或地方政府机关 非盈利机构或团体 依法立案之各级学校间 散布或公开传输 本案实际上是在保证 视听障碍者的福利 而限制的一个合理使用 它的这个理由 是主要因为参考的 WIPO 就是WIPO 关于蛮人 视力障碍者 或者是其他印刷品 运读障碍者 获得以出版作品 提供便利的 马拉格斯的条约 第四条的规定 它的精神 得重置无障碍格式的版本 之利用主体 善应包括政府机关 或非盈利机构 那另外呢 这个为了专供受益人使用 而可进行的利用行为 参考了WIPO的这个 马拉格斯的条约规定 利用方式没有限制 所以呢 这个我们做了一个修正 但是应该要参考 因应未来可能的趋势 它的科技发展 所以呢 增加了一个其他的方式的利用 来修正了原条文 那在这个第二项里面呢 这个WIPO 就关于为蛮人视力障碍者 或者是其他印刷品 这个阅读障碍者 获得以出版作品 提供编辑者的马拉格斯条约的 第四条的精神 得重置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利用主体 包括了视障者的个人及其代理人 供该视障者个人非盈利使用 所以就明文规定 那么在第三项里面的这个 他依照他第四 马拉格斯公约第四条规定 对于无障碍格式的版本 可以提供第一项受益人来使用 不限制他的流通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规定 这一次五十三条的规定 他整个做一个修正 其中就是增加一些其他方法 跟政府机关的这个部分 他主要就是为了要增进我们视障者 的一个福利 让他对于视障者的这个限制 把他尽量的摆脱 让他能够有合理使用的空间 因为这是一个资讯自由的时代 我们一般的正常人 我们可以透过了平面媒体 我们可以透过了电视广播 我们可以透过了电脑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资讯 但是这些有视障 或者有听障的 这个障碍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 像我们一样 这么容易地取得这些资讯 所以世界各国都在讲究 对于这些人权保障的状态之下 那么资讯自由的时代 认为说人人应该都有机会 接触到资讯的这个基本权 这个基本权力 不仅仅是在WIPO 就是WIPO的这个规定里面 实际上这个规定在1993年 联合国残战人士机会 公平标准规则里面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权恶法 也通过了 那么人权恶法也通过了 根据联合国的1993年的 残战人士机会公平标准规则 以及根据我们WIPO的 这个盲人视力障碍者 或者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的 这个保战条约都规定有 对于示战听战者的一个 合理使用的一个规定 那么因此这一次 我们在今年103年 刚刚修法的时候 就针对了第53条的部分 做了一个修正 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感到我们的立法的进步 我们可以发现到 我们也让这些障碍人士 能够与我们一般人 能够享有同样的机会 能够享有接触资讯的 基本人权的权利 享受到人民文化的成果 所以这个条文的修正 个人是觉得说 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规定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 这个所谓的网路服务提供者的 一个免责事由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问题 网路服务提供者的 民事免责事由案例 如果假利用资讯储存服务提供者 或搜寻服务提供者的网站 与其网站张贴 1960年代的电影 或1990年代的电影 网路服务提供者ISP 是否可以主张民事免责 如果要主张民事免责 应该符合哪些规定呢 因为本案是涉及到 有关于网路上播放的电影 那电影是一个视听著作 那在我们著作全法 第34条里面的规定 如果摄影 视听 录音及表演 之著作财产权存续 至著作公开发表后50年 但是著作在创作完成时期 那算50年内为公开发表者 其著作财产权的存续 至创作完成时期50年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案子里面有两个年代 一个是1960年代的电影 一个是1990年代的电影 那如果今天这个网路服务提供业者 他于2013年在网路上粘贴的是 1960年代的电影 那根据我们刚才谈到的 著作全法第34条的规定 那我们可以知道 1960年代的电影到2013年 他已经超过了这个50年 那超过50年 他的存续期间就善失了 那存续期间善失由 他就变成共共财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去使用 利用这个著作财产这个著作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网路业者 他在网路上所粘贴的 是1960年代的电影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超过了50年 所以他就不受保障了 但是1990年的这个电影 如果他是在2013年所在粘贴的话呢 他仍然是在著作全的 保护的存续期间之内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属于著作财产权人 所享有的这个著作财产权 他并没有进入到公共领域 那如果他没有进入到公共领域 而网路服务提供业者 他就在网路上把它 这个扑上网来公开放映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 他要如何来提供他的免责呢 那根据呢 我们免责事由修正条文 第90条的第七的规定 他说有下列情形者呢 资讯存 资讯储存服务提供者 对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权 或字版权之行为 不负赔产责任 第一个 对于使用者 设有侵权行为不知情 第二个 为直接自使用者之侵权行为 或有财产上之利益 第三个 经著作权人或字版权人 通知其使用者 设有侵权行为后 立即移除 或使他人无法进入 该设有侵权之内容 或相关资讯 那90条之八的第一款所称 有下列情形者 搜寻服务提供者 对于其使用者 侵害他人著作权 或字版权之行为 不负赔产责任 第一个 对于所搜寻或连结之资讯 设有侵权不知情 第二个 为直接自使用者之侵权行为 或有财产上之利益 第三 经著作权人或字版权人 通知其使用者之 设有侵权行为后 立即移除 或使他人无法进入 该设有侵权之内容 或相关资讯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 90条之八的第一款 我们知道 它包括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 对于使用者具体利用其设备 服务从事侵权行为 他确实不知情 第二个 对于明显的侵权活动 相关背景事实 他没有办法去了解这种情形 在这种情况之下 网络服务提供业者 他是不需要来负担责任的 好 那我们用举例来说 因为刚才条文 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理解 那我现在用一个 简单的例子来跟各位讲 比如说某一个知名的网站 假设他是资讯 这个储存服务提供者 他如果他发现到 现在在这个网站上面 利用他这个网站来提供服务 然后他在他的这个网站上面 粘贴了这个热门影院的影片 或者是粘贴了一些图片 那这个情况之下 假设他去粘贴 然后供其他网友来观赏 或者自行下载 那在这种观念之下 因为这个使用者的行为 他已经很明显地 就侵害了他人的权利 所以在ISP这个业者 如果他很清楚 1990年的这个影片 在他的网路上面提供 粘贴供他人自由下载观赏 那这个时候他就符合了 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条文 他无从免责 但是如果说 这个粘贴的这个影片 是网路服务业者ISP 他所不知道 这个是侵害到他人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他是可以免责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新增的一个规定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跟各位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